平时我们一天打一把省吃减用给我整的还嗷嗷瞧叫混的老板一天就他妈鉴定500把 一天加上我的矿工赶上了我两年的资源就是这一会儿啊赶上我两年的资源啊量的累积引发质的飞跃 1000件已经出了一个无级别这是第1500件了再来第二个无级别运气稍微好一点点出第二个无级别 保底出个高伤千伤永不磨损这波成本六七十万没跟你闹 544 483 483 507 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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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483 谁说不准电用的赚出来 150逆袭的几率还少吗 150级专用的高伤武器多的是啊 好出了不磨啊 这次150国标不磨的出现啊 暗示着老板真正的鉴定要开始了 483 550 496 483 501 544 乾坤挪移483483还能有500件制造指南书吗 藏宝哥一个类型的话也就十来个所有类型先下来也就一两百个算多的了啊 永不磨损第二个496磨米磨利双加啊 而且很多都是自己打的不全是他自己打的我看见了啊 有他自己打的有别人打的啊 又除了有神有伤害都没有太高 没有627以上的没有620以上的 276 261 531 263 力磨258加耐483 又是一把永不磨损好运哥588 远换魔音 按照永不磨损的100件才出一件的几率的话 其实永不磨损咱们已经啊超标完成了 无级别可能在后面咱们鉴定的其实别看很暴力 但是咱们以武器相对于其他部位来讲武器的军火成本相对他是低的 150无级别衣服随便一出320房他加一个利敏双加66 那70万前面还得加一位数呢 打上19段福战抢着要 283 250 278加42敏 276加43体 246白 磨敏双加263 250双加32 248加耐 246加体 这实战衣服 得换化体件 又是专用 梦想来了 兄弟们 150级武器出现梦想的时候你就知道事情绝对没有简单 627加的啊 才配上150级物理系的梦想 今天的第二把物理系梦想 但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175底子全版的化生酒出专用 直接起飞 今天出专用 今天打15冠 明天打群雄 后天打不战 武神坛甲祖冠军战火穷奇 金珠青花瓷 第中给我进 多了一个160高属性原神而已 作为一个150的武器627的伤害 他仅仅报了十多点伤害 但是他命中还没报 单家的属性还不对 然后150级的大唐官府用的武器 本来他少一段 他的破防经脉就垃圾 这波过程很精彩 结果很拉西 无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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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出了的话 算上150的幻化原神是肯定赚的 150无级别鞋 必须的是鞋 别的不会不会 永不磨损 在特效领域仅次于无级别 四个不磨150的 兄弟 不要不磨了 给我来个无级别吧 来个无级别吧 二分之一的几率 一半大一半小 我不能永远是小的那一面 千分之一的无级别几率 鉴定500件 那就是二分之一 又是一个放下涂刀 放下涂刀有不 放下 放下涂 再来一千块 还剩最后的一箱二红包了 我不服 愤怒 双蓝字咋没有感觉了呢 刚才鉴定的时候就有感觉 现在就感觉不见了 感觉他妈在扔钱 他他妈出了个野猪 永不磨损爆出我他妈 我他妈哭了 150永不磨损 愤怒的话 现在应该能值个四万以上 别看愤怒只值三四千 但是永不磨损加愤怒 130的已经达到两万了 140已经达到三万了 150的现在160的藏宝哥断货了 而且气血四百 永不磨损加暴怒 兄弟们接下来的军火鉴定 大家不要点击举报 以为我在混市场放度像 其实是老板的150项链 一直有 一直有 特别多 1500的项链一买就买是一两百个 你是澳来 你是来出无级别的 无级别来 无级别来 罗汉精致 精轻精致 永不磨损 精轻罗汉 又来个永不磨损 咱们这是第六个 第六个 第六个永不磨损 永不磨损现在达标了 就差无级别了 又出蓝色了 好像是个破雪皇宫 或者金刚露墓 四个字 我哭了 第15双 青衣三叠 永不磨损 青衣三叠 青衣三叠很好 非常的稀有 专用 这车开始进入状态了 宁气绝 乾坤挪一家精致 青衣三叠 可惜是白板 你他妈的 来个不磨 给我青衣三叠 青衣三叠鞋子 应该能卖上三万块钱吧 青衣三叠鞋子 三万一百 一百五的 应该稳吧 三万没问题吧 一百五的 这家伙还来好家伙 拓来个精致 乾坤挪移 破甲数 破甲加精致 破甲呢 是没有1000红包的 哎 我看见又一个不磨了 又一个不磨 今天的啊 永不磨损500件 第八件有不磨损 20194244 来个235以上的不磨 235以上不磨 我他妈的永不磨损 加精致 给我个永不磨损 加无疑别有 很难吗 哥哥 150的永不磨损 咱们快凑成套了兄弟们 这他妈永不磨损 加精致 特效精致 其实也比较难得 但是不可能打成石中段 这跟刚才的永不磨损 暴露 我真他妈的恶心 黑暗 这他妈回个毛血呀 大哥 专用梦想 追求以后上面还有成就吧 再有成就就是梦想 这是第一件150的香链 这是第一件老板点的专用的香链 251 我操 这个香链恶心人的 252极限 他给你出251 然后还不能容炼 清华路举线700 你打了699分 说你学习好吧 你学习不赖 说他 但是把最后的结果还是个绝对值 251可太古了 226 199专注 221 197 194 项链是真的太难了 项链真的太难了 算一下军火大概多少钱 武器类的平均一件的话 咱们给他算成一个1100 扇子的话会贵一点 然后弓箭的话会便宜一点 1100 这是20 一车是22000 22000 一车武器 两车武器 三车武器 四车武器 四车武器 五车武器 这个也算武器吧 六车武器 七车武器 八车武器 九车武器 好 九车武器的话乘以十 也就是武器类的话是22万 然后算领保类的 腰带的话就算他9999万 一个就算800块钱 一车就算上是16000 因为他让二十件16000 一万六鞋子的话也算一万六 五六七八九 9再乘一个9加上一个144000 然后项链 项链老板大概是1400 手的加铁的话综合成本太多了 要综合1600一件 正常来讲你买一个项链成本不会这么高 但买的太多了 这一个是20乘以4 1600 1600再乘以一个7乘以20 140 项链的话是22万4 22万4 有没有漏下的兄弟们 这波成本的话是58万 够不够买路虎缆胜 60多万那个什么星脉 能买路虎的挺多个版本 然后的话我们开始算今天出的东西吧 这个武器4000 这个武器6000 1万 1万4 1万7 我他妈不好意思算了 我他妈 我他妈3000 3000算的时候 我他妈心虚了 我他妈老板别打死我吧 我他妈算了三花两种 我他妈算哭了 哎呀 2万啊 2万的话再加上这个啊 差不多啊 能卖上一个5万 5万的话 这个给他算了个大 给他算了个7000 5万7 5万7啊 全部的军火的话 咱们算一个吉祥的数字 回本6万6 然后那个梦想啥 这全都扔了 然后其实你没有重要 重要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它的原神很值钱 项链的原神 一个的话咋地得是140 一个的话得剩1000 对吧 加上一个14万 6万6 加14万 随便换花的特技特效更值钱啊 原神一个能不能只剩1000块平均 差不多吧 20万06千了 然后的话 他武器还有那么多件啊 这个 用500减之一个140啊 360的原 别的武器啥的 组组合也得算是500一架啊 再加上一个18万 其实 这样看的话是亏了20万 亏了20万 亏了20万 但是这个号直观的给人感觉的话 是都亏了 其实那是一种错觉啊 其实是一种错觉 理性啊 理性看待 复赢 不以一次失败 论英雄 2021年 还有五个无级别之夜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一次见�先